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蔡明先生 他是连续担任了16年北本拿比选区的BC省议员 然后他也是该选区第一名成功当选审议员的华裔 BC省省议会里面第一名华裔副议长 同时也是第一名在审议会中以国语发言的审议员 在2014年BC省就历史错误对华人道歉中 作为人头税苦主后人也做出了非常精彩的发言 同时对BC省御时节也做出了至关重要的推动和付出 那我们欢迎李蔡明先生Richard Lee 你好Wendy Richard也跟自由党的大本营一起去到了维多利亚的省议会 那也看了省长的实证报道 那有什么感触吗 昨天就是赏都他宣度了个实证报告 因为每年开议会之前都会开宣度这个报告 今年是因为赏选之后第一份的实证报告 我相信这个实证报告也允许很多的重视 尤其是自由党的政府就是成立票数很近 因为我们这个职位只有43个 然后虽然是最多 可是在这个议会里面 六党他们有三职 市民局党也有41职 所以虽然是多数的职位 可是在有一个说法就是 改于绿党跟这个市民局党 就是联合起来投票的话 自由党是比较有意志之差 所以这次的实证报告也是很重要 就是由这个政府方面 就是将这个未来 这个政府的一些市政的方式 最近可以检释出来 所以今年很多关注在这个市政报告里面 的确这个实证报道有很多的亮点 然后也引起了非常广泛的讨论 那对于李蔡明先生来说的话 觉得哪一些是非常值得探讨的呢 我相信最重要的就是 我们的住房方面 这个可负担性很重要 所以另外一方面 在这个教育 在其他这个医疗 在工作的基础方面 这些都是很重要的一些房间 在好像我们这个亮点之中呢 就是有这个可负担房子 我们里面呢 这个报告里面呢 有说到就是呢 可以让一些中产的阶级 尤其是年轻人 他们可以拥有这个房子 他们自己的房子 怎么样做呢 就是先可以他们先租的房子 然后呢 他其后可以买房子的时候呢 交的租金 也可以当算中了房价里面 我相信这是一个很好的亮点 对 这一点的话 其实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杀手锏 那我相信如果就是更早提出的话 可能省民也会就是更支持自由党 为什么到现在才会把这个杀手锏拿出来呢 我相信对这个我们财政预算方面呢 也有一些的影响 因为我们几个月前 我们这个省里面的财政 还没有预算那么的好 现在我们现在呢 是根据这个统计 他们说今年的这个GDP growth 就是国民的所得增长呢 超过3% 我们以前那个预算是基于2%左右 所以呢这个我们更多的盈余呢 可以呢用来做更多的事 所以这个住房方面的政策呢 其实是中一套 我们其他的还有呢就是 减免了这个我们的过桥的费用呢 这个呢也十一个因为在财政预算里面呢 我们可以有这个盈余 可以呢足够付这方面的费用 所以有人说哎你是不是改变了你们的立场 其实是不是因为呢 这个这个财政呢是一个动态的 我们在四个月前五个月前 根本呢不可以就是很准确的 就是预测我们有多少的盈余 然后我们也发觉呢 我们经过五年的盈余呢 也有五年的平行的预算 这个盈余当中呢 其实呢是一个structural 这个surplus 就是呢在寄扣向我们这个 所有的这个计划里面呢 每一年都应该有一段比较大的盈余 所以我们将每一年的盈余呢 就是再寄扣再重新分配我们这个盈余方面的税收 所以很多寄扣呢 好像我们也另外一个亮点呢 就是说我们对新移民方面来说呢 那是很重要的一个呢 就是我们为就是将那个ESL跟那个就是这个这个第二语言的教育 这些课程呢 还是有足够的资源放进去 也还有呢 就是放这个成员教育方面呢 也有足够的资源 另外呢 在这个海外的印证方面呢 也有足够的资源进去 所以对于新移民来说呢 我们刚刚宣度的这个新报告是另外一个亮点 您说就是现在要放更多的资源在ESL和成人教育方面 但是自由党就是这些年执政 在教育上面的投入其实是没有那么多的 就比如说新民主党一直在批评的 是BC省对教育的拨款 从全国第二变成了全国倒数第二 然后呢 也有就是很多的学校教室不够啊 然后呢 有一些学校也是被迫关闭 那在这一方面的话 那您觉得是的确是自由党有一些方法做得不够好 还是说有一些其他什么原因呢 我想呢 有一些可能是观点不同的问题 我们其实呢 这个教育的这个破范呢 是有效率的破范 所以呢 就是我们看学生的成绩 也看到了 我们现在BC省呢 其实呢 在全世界来说呢 我们在阅读方面呢 是领先第一的 在这个科学方面呢 我们第二 在数学方面比较落后一点 可惜啊 是第六 第六 第一是哪里的地方呢 下海 所以呢 在数学方面 我们在全世界来排名也相当不错 所以在这个有限的机缘方面呢 我们可以达到这个成绩的相当不错 另外方面呢 在教室轮位跟这个省政府这个合约方面的一些政要 到了就是法院里面呢 已经判决就是我们为增加多些机缘 到了这个学校记录里面 另外呢 有增加几千个教师 所以呢 这个呢 对我们更加的 将我们学生的教育提醒有帮助 另外一个观点 我不太同意就是 这个要关闭学校 还有呢 就是 有些教师就是不够 这个是根本是两个 就是有一些冲突的 为什么呢 因为看看我们Bernaby来说呢 我们没有关闭一所学校 我们没有呢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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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 学校 学生的元素 因为学生元素是 是 比较稳定 所以呢 学校的经费每年的增加 然后呢 他们也不会关掉新学校 其实新的学校已经建起来 好像我们Bernaby Central 是一个新的学校 我们这个Alpha 现在也在做这个装修 另外呢 很多的地震方面 防震方面的措施 他们现在准很很多 也很多已经建好 所以呢 在这方面的时候 温哥瓦可能不同 因为温哥瓦的学生 减少很多几万个人 他们怎么样 怎么样 怎么样 可以管理的学校呢 就是教育局的这个 他们的这个扎印 就是怎么样安排的机缘 那我可不可以这样子理解呢 你的意思就是说 其实温哥瓦之所以 他现在在这个学校问题上 就是一团糟糕 其实跟他们的市教育局 是有很大的责任 很担心 怎么样安排的机缘 因为 因为每个学生 他们每年的保险 都是增加的 现在是 差不多九千块 一个学生 平均来说 所以是 是 很大的一个投资下去 怎么样 学校去拿到这个基金 怎么样安排他们 好像有些 确定是比较困难的 有几个学校 他们都是 可能一般的学生在那边 你怎么样可以安排的学生 可以用两间学校 来三间 三间学校 当然那个开机是多 两间开机比较小 所以这个是一个 机缘的管理分配的问题 因为就是 资源它毕竟是有限的 怎么样 就是 自由党它需要通过一个 更慎重的一个考虑 怎么样 让有限的资源 能够发挥最大的作用 对 可是我们这期 这个预算里面 也增加了一些经费 交易经费 就是让一些有需要的学生 他们有一些特殊需要的 他们获得足够的机缘 可以让他们的这些需要 得到满足 这些我们也是增加这个 然后呢 也增加一些 刚才刚才说的 教系的数字 还有我们投资去 这个学前教育方面呢 增加 4,000个 这个 这个 学前教育的 那个人员 是要培训他们的 所以这些呢 对学前教育呢 是相当重要的 因为小孩子 改于他们还没有进学校的话 怎么样在 这个 学前这一两年呢 让他们多些机缘呢 可以 在学籍方面 可以准备得更好 那现在的话 BC省说要 以发展科技为主 那么在教育 就是在教育拨款 或者是这一方面的话 怎么样能够体现出 就是 对科技这一方面的 一个重要性呢 这个 我们当然在 中小学里面 已经 让学生记得好像 我们这个 coding 就是这个 这个 电脑的程式 这个排 排马方面呢 有一定的教育的 一个程序 所以六班到 九班都可以 学习这些 每一个学生 都有机会学 另外呢 就是我们也增加了 好像我们 大学里面的 理工科 理工跟工程方面 好像数学啦 工程啦 还有这个 科学啦 技术方面 这些呢 我们增加了 两千个 这个 毕业生 每年 所以这些呢 都是很重要的 一些 我们要投放了 职员在大学里面 不同的职员 好像BCIT 我们要 让他们有 足够职员 就是改善他们的 一些 里面的 好像店的忙碌 那有些 需要的建筑 这些配合了 我们这个 Health Science 这个 医疗方面的 这个 给一个 课程 给一些 这个 护士啦 这些 方面有一套的 配套的装备 我们的 在新的 大楼里面 在BCIT 这个 壁士厂 理工大学里面 学院里面 可以 政府 看到政府的 投资 那现在 简慧之士希望 把BC省 打造成 北美第二个硅谷 那这个的话 听起来很好听 但是它实际上 它需要就是 更多的科技公司 在本地投资 然后扎注在这里 同时它也要就是 首先就是 留住本省的科技人才 以及吸纳更多 来自全国 或者说 世界各地的一些人才 那它这个的话 具体的会 怎麽样去运作 这个呢 我们在 这个好像 温哥华的市中心 我们有个 Robinson Square 这个港圈 广圈 里面呢 其实呢 周边有很多 这个高科技的公司 所以呢 我们这个 这个 计划里面呢 有在 这边呢 做成一个 一个 一个群 一个群 高科技群 所以他们有 一个一定的 交流的 这个机会 有一定的 或者说 工作机会方面呢 他们知道 原来哪个公司 虽然我这个人才 他们就为 就是以 当餐为中心 做一个 科技的一个 产业链 和一个企业链 产业链 产业链的一个 产业链 产业链 所以这个是 其中一个 另外呢 当然我们也培训 很多刚才说的 杰里 这个技术的人才 在这个 我们也有 这个 赏提名计划 里面呢 也很 比较容易就是 你有这个 高科技的 杰里需要的人才 通过这个移民的计划呢 可以呢 进到我们 BC省 我们加拿大 来服务 尤其是现在 在美国的 保护主义 杀了很多 这个 高科技的人才 他们愿意 到这个 加拿大 就是不去美国了 因为 他们比较难 拿到这个签证 还有呢 对这个文化方面 有些 也不接纳 所以有些 国家的这个 优秀的学生 优秀的人才 都来了 我们的BC省 所以我们是有 一定的这个 这个 起引这个 人才来的优势 尤其是我们 是亚太文物 我们这里的文化 我们的交通 运输方面 都是一个很 很好的一个中心 尤其是我们 也是一个 亚太这个 金融中心 我们这方面 有很多政策 比较的配合 我们在这个 融机方面 在这个 人才方面 这个地理幼税方面 都是可以 其实比较的 急骨 急骨还是更好 我相信 对 不好意思 打断一下 这个是我一直 就是很关注的 因为我身边 有很多朋友 他们也算是 科技圈里面的 很多人也希望 选择自己创业 那他们现在 比较关注的问题 就是说 如果是他们想在 这个行业里面创业的话 BC省 就如果省自由党政府 会不会 就是给他们一些 政策优惠 这个创业 当然我们是 欢迎这个创业 这个高科技创业 还有呢 我们有些 投资方面 其实呢 政府也有一些 基金给一些 創创 創创的公司 他们呢 可以呢 引用这些基金 我们有 跟很多 这个 投资的经理 他们是 怎样安排 就是看 那个抗物 可以呢 可以 引准这些投资 我们呢 最近 一一的 这个 基金投放 这些方面 高科技方面的 这个 公司方面的 投资 所以这些也帮助 另外 我刚才说 这个 他们来到这里 我们是很多 这个税务的 方面呢 是我们是 全国这个 个人的 一些税 最低的 超过 12万 5000 可能是第二低 可是在基砂的话呢 我们是全国这个 所得税最低的地方 因为我们的企业税 是非常有竞争的 所以 这些配合起来呢 其实我们呢 这个 这个 这个经济方面呢 是 要看到 已经有一定的成果 因为在过去 那么 5年 我们已经 记住了 很多的工作单位 20多万的 新的工作 这些呢 一部分呢 也是高科技的人才 他们留在这里 当然 我们要解决 好像住房的问题 因为有些 要过来 我们所以这个 这个 市政报告里面的 会承诺在4年内 拨款10亿 用于创造6万个可负担的托儿职位 那此前呢 自由党承诺的数量是一万三千的 也就是说在这份 執政报道里面翻了四倍多 那 这一项 如果真的是要这样实施起来的话 应该耗资也会挺大的 所以说 那您也说了 就是BC省的经济发展比预期要更好 所以说政府它会有更多的盈余 对 但是如果这样子每一项它都砸的话 就是砸钱进去的话 那 对于这个托儿位置 它这一项政策有没有可行性 回到刚才说 按理说的很对 就是这个盈余方面呢 其实可以负担 因为每一项 在新型报告里面呢 我们以跟进 自由党政府呢 就是有一套的那个财政预选 所以财政预选里面呢 就是比较详细 就是每一个计划里面 是怎么样分配这个机缘 所以在分配机缘当中呢 当然有几个原则 在过去 自由党政府都是这样 就是平行预选 还有呢 工作机会也要去做 还有呢 就是我们要经济发展 所以这三方面呢 所以我们都做到 所以呢 在另外再重新增加了 这项目里面呢 亚在财政预选里面 已经有这个机缘分配了 所以我相信这个 大家有信心就是 过去五年的这个财政预选的业绩 这个我们是全加拿大 所有其他赏份 去搞得最好的 那个财政预选 所以这些赏民 应该有这个信心 就是说我们 自由党技术将这个的话呢 可以稳住到这些条件 那我们再说回这个托尔的话 就NDP新民主党嘛 他们就提出了一个很大的饼 那就是十元的日拖计划 那比起这一点的话 自由党比起把这个价格 单纯降下来 感觉自由党它更多的侧重于 就是创造更多的这个托尔位置 因为一方面现在托尔 这一方面面临两个问题 第一就是位置非常的紧缺 第二个就是呢 费用也比较高啊 那所以两党的这个侧重似乎是不一样的 是必一样 先说市民主党的他们的政策 就是基本上是 朝向十块钱一天的抗物 来政策来执行再卖证 他们的计划是十年的计划 十年计划 所以呢比较慢 就是要到全部事情的十块钱 也要等十年才可以满足到 而且全国都下台了 可是呢另外呢 他们的这个是 他们是说是公平的 所以无论你的收益是多少 你的你可能是 年收益二十万 你也可以满 所以用这个十块钱 一天这个托尔计划 所以他们对这个有需要 有些可能不带需要这个 这个执作的话呢 他们都是一系统人 所以他们这个托尔计划 是比较有钱人都收益 就是每一个托尔计划 每一个托尔计划 但是基督党的计划呢 比较我们就是说 有需要的 可能是中低收益的 这个我们应该帮忙他们 所以呢是比较有些道向 就是不是所有人都收益 比高市益的可能没有错 可是在这个计划里面呢 我们是记住多些高剂量的 那些托尼的位置 所谓高剂量好像我们 最近一年啊 我们看到的就是好像 BCIT他们好像拿了这个 50万这个基金 他们的創作了一堆的 那个托尼的位置 另外SFU的这个托尼中心 他们也拿到政府那个 50万 也要记住一些托尼的位置 这些都是比较高剂量的 他们可以呢 就是对周边的 还有在这个学校里面的学生呢 这个教师呢 服务他们的几率 这些还有呢 就是我们记住那些多的话呢 就是排队就是不用排那么 就是就是强的时间 还有呢就是我们训练一些学前的 刚才说的学前的捐业人士 他们是 10千个 他们这些就可以呢 看那些孩子方面呢 有捐业的知识 所以他们对托尼的这个 这个保证的计量 技术的数据是相当重要 就是在自由党在托尔这一方面的观点 就是认为你比起先就是 比较简单 苏暴的把价格一样的降下去 更重要的是先起码给审民提供足够的托尼 对对对对 那因为排队 改于是你没有这些会计出来 你排队越来越强 因为你一普及 你根本呢 很多人以前不用这个服务的 现在都不用了 那么都是 都是大家排队了 更多人是排队了 如果你没有这个配套的话呢 你更基于以前 可以 可能等 等 等几个月 不能 现在可能 等一年了 比如更多人需要 就正义这个系统里面 所以说像新民主党说 因为 他们觉得大家是负担不起这个托尔嘛 那但是把这个价格降下来了 可能就算是负担得起了 他也没有办法 没有办法找到这个位置 对 所以还是不得不自己在家里面带孩子 对 是不是 所以这个 要 每一个核心下出来 应该有 一个充分的考虑 这个有什么影响 因为它是一个连锁效应 连锁效应 你说的对 对 而且就是 我们俗话说嘛 物以稀为贵 所以有可能 会不会说 现在这个托尔的费用这么高 就是因为它位置太紧缺了 对 那所以说 如果提供更多的位置的话 它这个费用也会慢慢的降下来 对 这个费用当然是跟 有些是根据市场的 对 可惜呢 这个我们这套计划呢 GIO党 PCGIO党 这套计划呢 可以为大概 15万的这个 这个儿童服务 我相信这个15万收尾 因为这个收尾的意思就是 可能是全包他们的这个托业费用 有些是一部分就是 就是捕捉 所以这是根据他们的收益 的负担来决定 好的 那 接下来这个话题可能就是 会对李先生来说 可能会比较尖锐一点 那就是Kindermorgan的油管问题 那这一项的话是 的确引起了非常大的争议 支持者很多 反对者也很多 那也有人认为就是 李先生在北本拿比 选区坚持了这么多年 这一次的话就是比较遗憾 可能也是因为这个油管的问题 那就是 也有很多人说 反对油管的话 因为他觉得油管是破坏环境 然后破坏他整个生态 以及呢之前我看到他很多人 他有那个标语就是 我不想要油管在我家的 那个房子下面穿过 就是万一爆炸啊什么的 那这一点的话就是 李先生会怎么认为 首先我们从那个比较大的 这个方向来看这个油管的 因为没有这个工球的问题 就没有这个油管的问题 所谓工球的问题 这个油是有需要的 好像我们这个计划 其实呢大部分的油 萎收到中国去 还有呢就是东南亚去 我相信呢 这个是一个需要的问题 这个油是他们需要买 因为供应的油呢 不想到国家 其实这个加拿大是一个工油的 一个代国 出口国家 出口国家 所以这个是工 工呢就是 Albert商他们有这个油 有这个油 他们怎么出口呢 BC商作为一个亚太门务 我们就是以加拿大这个利益为首 所以我们可以说 我们不允许其他产品的物楼 过我们这边 可以过 可是你要安全 要足够的防范的处施 还有意外的 可以防范 可以做到最好 这个安全处施 这可以 应该让他们出去 经过我们这个 因为我们BC商是唯一 跟太平洋 接水的地方 他不用我们这个地方 他们去哪里呢 还有一个就是说 像刚才民众所考虑到一个安全问题 对对 的确是不是就是贯穿了整个本拿比 它是经过本拿比一部分 我刚才说 其实呢 油管呢 我们再看看 油管 我们确定 这是国家的整体利益 因为你这个油不去 经过钱 你出去 但是去美国的话呢 价格比较低 嗯 还有呢 就是 另外一方面 假如是运输方面 不用油管 你用火车 现在又用火车 另外又用火车 火车 火车跟火火车都有 用温运油的 所以这两方面呢 比较油管呢 还是比较危险 所以在这个这个风险方面呢 油管 反而是 油管是最小的 这个风险 所以是为什么 我们必须想说 改于你可以 稳住了些安全条件的话呢 我们是赞成的 所以他们是怎么样稳住呢 他们在这个 油管的输送方面 好像是 主要是这个海运 海运的安全 所以联邦政府呢 就是说 给基研有这个计划 我们也批了 其实是 联邦政府的管车的范围 联邦政府批了这个油管 您也提到就是 在海运方面 它的确是有一点点风险的 对 所以这一方面 怎么去规避这个风险 这是加强那个监察 这个船 力度 还有这个船運方面呢 他们要求油公司 就是多一些 就是到航 还有呢 就是在防范 就是船方面的那些 是最先进的那个船 不要 通常是两层的 所以撞了一层 破了 另外一层呢 撞油了也不会破 所以这些船呢 就是比较安全 另外这个联邦政府去投放15亿 这个加弊进去这个 就是这个海洋这个屋檐呢 这个防止 还有呢就是这个海运的这个船的这个 这个监察方面呢 是投机下去 这个系统 所以呢这些呢都是 不但是监察的这个 运游泉 运游泉 还有其他的这个 这个我们很多这个 这个游泉 游客的船过来 很多其他货运的船 也一样 他们这个 这个需要这个投资 所以我们必须想去收尾 要于这个油管 这些建筑 能够政府 就投机更多的机缘 这个海运的安全的基金 另外呢 这个油管公司呢 它呀 稍微投资这个 5到11 这个基金呢 到油厂政府呢 就是收尾来 然后就是分配到 有些完保的抗物 尤其是挽咬这个油管方面的 所以就是说 就是在把生态环境的那个破坏 会降低到最小化 最小化 然后我们要看到一个记录 就是其实呢 我们现在已经有油管输出去 可是量没有那么多 可是已经过那么多 几十年呢 他们从来没有就是在 在海巷漏油 在六巷曾经也是发生过漏油 可是是一个工程方面的一个 失误 所以这个呢 是我们这些 也对这个油管的方面的安全 是经过详细的考虑 另外最重要的是说 是不是油管从你家里通过 根据那个油管公司 他们的这个地图 蓝图 蓝图 其实呢在伯奈比呢 它不会经过一个民居 没有一个民居 你的房子上面呢 有这个新的油管通过 因为他们是经过一些公路了 有些经过一些公众的地方 有些是工业的地方 有些是工业的地方 有些是商业的地方 就是没有民居 他们是这个油管通过那个地方 然后在山的这个旁边呢 就是圈过去 所以对民居方面呢 实际没有影响 那就是会不会也是经过了一些 比较繁华的一些商业中心啊 这个 那边的人口密集度也很高 对他们经过这公路上去 就是 这样我看 有一段路就是 比较接近民居 可是不是通过民居 那边的密度也不太大 所以是经过一个 你想忙 每人都可以想忙 去看看这个 油管通过的地方 其实 他有一个就是说 原来呢就是通过民居的 可是经过一些 他们详细考虑以后呢 就是采用那个油管 那个通道呢 就是不经过民居 经过一些好像 Bernaby政府 拥有的地方 所以Bernaby政府 比较不高兴 原来是这样子 原来这里面是有故事的 还有就是说 你虽然你不通过民居 可是附近啊 他们受影响 你建 当然建油管的 就有形象 建好以后 就是跟其他 现在我们其实很多 油管在 我们现在 民居其实经过的 有些地方 以前的旧的 旧的油管是经过的 但反而就是因为 它经过的话 更需要去维修吧 因为你毕竟几十年 你没有去 对 就是没有去换过了 那其实为了安全考虑 是不是 其实反而去就是 去新建 新建的管道 比较更加的安全 对 可是他们 油公司说 旧的也是用 可是量比较小 因为有些油管 他们要通过 好像 不是用来出口 其他油管 好像通过链油厂 我们有 这个链油厂 我们有些管道 是通到 这个机墙去的 有些管道 是飞机用的油 他们是通过 波奈比通过的 Richman 到了飞机墙去的 所以这些都是 都是需要的 以前已经有 这个管道这上面了 所以 我们可以说 最好是没有管道 最好是没有 当然没有最好 可惜 我们不是 就是一个 最理想国 就是 这个 没有 什么考虑的 都是 无忧 无忧 无虑的 一个地方 我们 有些时候 要怎么样 可以 将这个 相害 降到最低 这个 风险感 降到最低 但毕竟衣食住行 是最基本的需求 对 所以我们可以不用油 现在 不可能 没有到这个地步 我们不用飞机吗 不可能 所以这个 有这个需求的话 要有这个需要 是有一定的风险 我们好像 我们看到 有些环保的人士 他们穿的是奈软 奈软是什么 奈软就是 圆轴的 圆轴的原料是什么 就是汽油 这个原料 他们发展出来的 所以这个原材料 还是稀油 你没有稀油的话 你没有这个奈软 嗯 对 尼龙也是 也是要靠这些东西 对 反观的话 新民主党那边的政策 和绿党那边的政策 就会稍微激进一些 嗯 但最近也有一个说法 就是 赫锦和韦福 他们就说 自由党这几天的 这个施政报道的一些改变 嗯 就是抄袭他们的 嗯 就说之前 啊 自由党并没有这么说 但是临到了 就是这两天啊 就突然间 开始跟他们的一些政策 变得比较接近了 嗯 那对于这一点的话 李先生有没有什么 嗯 我相信这个赏选方面呢 因为在这个赏选当中 这个自由党 BC自由党也听到很多民意 嗯 也看到这个 其实很多民众 对一些政策方面呢 是有点的意见 嗯 还有也提供很多意见出来 怎样改善 这个BC省更好的 更快的 嗯 可以有些政策 所以呢 有些政策 我们是将有些 一个努力 可以让一些 儿子 可以让孩子的副语 出来工作 嗯 他们有些个世界 他对经济方面 可以有这个受益 所以对全省的经济方面 我们经过考虑以后 要看到这个政策方面 這個開示是可以負擔的 所以呢就是改善了一些政策出來 所以我相信這個賞選的當中的賞民的聲音 要發得出來 只有黨我們黨領也聽到這個聲音 所以這方面是有一定的這個改進 另外一方面呢 有些政策是以前已經有了 可是沒有推行那麼多 舉個例子就是我們這個這個充電 這個細切的充電充電站 現在全上已經有600 所有600多個充電站 其實很多年前我已經去看 當時就是在北溫有一個第一個充電站出來 我們去看就是很多年前 6年差不多6年前 所以這些計劃呢 政府也是屬於基礎贊助 也是有希望就是向他們推廣這些 UBC大學這個BCIT Simon Fraser大學 他們都有這個充電站在裡面 對吧 所以這些呢 是將這個資源這個好的東西更快 就是說我們現在 每年這個1000萬出來 就是見多更多的充電站 我相信這些都是很好的嘛 就是將來我們用的開的切 很多是用有些是用電的電能的方面 這些電能方面的充電站 越多就越方便 更多人使用 所以我相信這個是 這些政策 以前已經推行的 可是現在我覺得更好 更快可以呢 讓我們呢 要這個減少了個太盤 太盤的排放 也可以呢 讓那個經濟更好 所以其實完全不存在就是抄襲他們的政綱 和他們的這個 就是去模仿他們呢 這一點是絕對不會存在的 是嗎 這個可能要參考了他們的政綱 因為呢 就是在議會裡面呢 這個選舉的結果 就是說 賞明的是希望 其實每個黨 不管是什麼 也有些對我們好的政綱 你們應該採納 所以呢 自由黨政府也是牙齊採納一些這些idea 那些他們好的東西 所以這個事情報告可以說是 應該是每個黨都是應同的 因為他們裡面都有一些東西 他們是推廣的 共通的 好像拖一句話 雖然有些是不同 可是最後的方向也是一樣 更多的家庭受惠 我相信這個帶方向來說呢 每個黨都想我們的 必須採納做得更好 所以這個事情報告裡面呢 也將一些綜合一些 掌民的想法出來 那我這樣子歸納一下行不行 就是他這一份 施政報告體現的是幾點 第一呢就是呢 通過這次審選 審自由黨以及簡慧之 都已經聽到了一些民眾的聲音 也明白就是自由黨是適當的 是需要做出一些改變 和一些調整 所以才得出來的這個結果 第二呢就是說 就是說其實他這份報道跟 就是新民主黨綠黨的一些 就是一些理念 有一些接近的話 其實並不是說抄襲 恰恰相反 其實這是表達一種尊重 就是說明就是我們有聽取你們意見 那我們是有一個共同的利益 和一個共同的努力方向 對對對 對 但是現在呢就是 他們那邊也說了 不管你這個報道怎麼寫 反正我們就是要投反對黨 就已經是這麼一回事了 那有做好就是當反對黨的一個準備 我相信呢 因為我已經不是議員了 所以我相信必須自由黨 這個黨領 趕會自然說過 他有這個心理準備就是做反對黨的這個黨領 所以還有呢就是 他也知道在這個順心投票方面呢 可能違約這個自由黨這個殺胎 然後有那個他們另外兩個政黨組成 這個新的政府 我相信這個是有可能的 可惜呢 在這方面來說 是這個選民的選擇就是 是一個其實應該是比較穩定的選擇 他們要求的政府是穩定的政府 他們不希望就是說 我們明天去再選舉 所以呢怎麼樣保持一個穩定 其實這個自由黨這個心情報告呢 綜合了一些政策方面來說呢 其實假如是他們是投這個不適應挑票的話呢 他們應該指出他們不適應哪一條 就是不要為了讓自由黨下台來投 對 要理性的就是論性 你看這個心情報告裡面 哪一點你不喜歡 你為什麼 不通過這個心情報告 哪一條你認為是不對的 這個你應該向賞民的解析 為什麼不適應這個投票 投這個不適應票 所以就是如果是為了當上審長 為了職權 而就是投反對票 而不是說因為我不滿意你或者是不認同你來投就沒有意義 沒有意義 對 這個是我相信賞民是心裡有數 就是說 為什麼你投這個票 為什麼好的 也是可以負擔的 在這個預算方面可以支持這些活動的 綠黨跟新民主黨他們可能有些不同的意見 他們說我們要加稅 我們加碳稅 綠黨稅我們加碳稅加了70塊 要到未來西南加了70塊 海外買加水 海外 海外 除了除了增加到30 這些他們有自己的他想法 他們說可能說 你們這個不對 你們裡面沒有我們的政策 可惜是不是很多選民是認同他們這些政策 對嗎 大部分選民不認同 不認同 綠黨的拿很多票 對嗎 他們沒有拿很多票 只有三級 有些政策是市民主黨的 他們說要加幾個稅 對嗎 是不是很多人都贊同呢 也不一定 因為我們自由黨的意志是多過他們的 所以這個很難說他們的政策 是受到大多數人的認同的 所以這個當然這個事情報告裡面 已經綜合了很多大家有共同的 因為改善是聯合政府的話 應該有這個政府裡面 應該有這個將來來說 應該有這個綠黨的議員在裡面 就內閣 就內閣 他們不同意這個 所以他們是一個聯合 這個不是聯合 這個不是聯合 這是一個共同的一個 簽了一個協議 就是在兩方面投票 就是這個順心投票 在這個賞情激文 還有這個預選方面的投票去支持這個新民主黨 所以綠黨也不是全新投進去這個 他們的聯合 是不是說新民主黨就是 態度就是說如果以後組建內閣的話 肯定所有的內閣成員還是新民主黨 還是新民主黨 對 但是真的就是說 以後他們能夠確保他們這種長期的一致性嗎 我相信因為政策的不同 所以改於是好像 新民主黨是要求你投 支持公衛這個 對 那是不可能的 不可能 他們說已經 除非他們是改變他們的這個原則 所以這方面來說 他們的這些 好像加稅方面 也有不同的 他們的財經預選 這個新民主黨說 我們要平行預選 那個 綠黨說 我們不可以 一年也不可以 我們要第一年就是 就是要節制 預選也要節制 交際 所以這方面 我不知道他們怎麼談 所以這方面 也要看著他們政策相逢不同 有時間表的個 也不同 所以他們出來 這些競選的政綱 出來 他們聯合起來的話 在有些 他們的這個 他們改於新的 政策報告出來 可能不同意的 有些不同意的 兩黨不同意的 不懈置的 就是說 還有就是那種大項目 像Kandermorgan 塞西 就是會不會真的等到 下一次成選節開始了 我相信這個 好像塞西 這個計劃已經 有二十多億的 這個基金已經投放進去 這些計劃比較困難 就是要停工 工人 幾千個工人 二千多個工人 已經工作了那麼久 所以對這個計劃 要停的話 這個影響很大 對財政預算 很容易 我上次採訪Horgan的時候 他在現場跟我說 他們現在 並不是要反對 而是要去review 就是重新評估 但是綠黨的話 在這一方面 態度就是很鮮明 對啦 這又是一個 因為塞西其實很多 他裡面都是工會成員 包括Kindermorgan 其實也是 他很多都是工會的成員 那按理來說 NDP 是不應該去太反對的 所以說 在這一點上 他們跟綠黨的這種觀點 觀點不一致 會不會導進項目的推進 我相信呢 市民主黨 對這個 好像Kindermorgan方面 完全是一個 政治的考慮 不是因為這個原則的問題 因為在Alberta上 也是這個市民主黨的政府 所以這個 反對方面呢 這裡是一個 政治的姿態 政治姿態 他說 因為這樣可以拿到票 所以他是用這個力強 來應對這個 這個Kindermorgan 這個油管 其實呢 你看市民主黨呢 其實聯邦跟省跟市 尤其是Bernaby市 是一條龍的 你是這個 聯邦市民主黨的黨員 你就是省市民主黨的黨員 也是在Bernaby 是BCA 這個我們這個黨員 所以在結理來說呢 他們的政策 可以說現在 在這個 是不是太過 太過 就是 consistent 這是 這是 上方面的政策 跟聯邦呢 還有其他 還有不一致 不一致 不一致 為什麼 因為 因為 同是 生命主黨 就是 就是 這個 Bernaby 不同 這個 跟這個 Alberta的生命主黨不同 這個 Alberta的生命主黨 還是現在唯一 在加拿大 責政的生命主黨 其他黨都不是 這是唯一 所以他們可以說是龍頭 生命主黨的龍頭 龍頭也就是說 我們要建那個需要管 然後 BC省就說 我們不同意 另外就是 西德也說不同意 那就是又回到剛才那一點 就好像去投那個 新任票一樣 就是 就新進投票一樣 是政治 為了反對去反對 然後 實際上他並沒有 就事論事 對 對 根據我了解 BC省這個 基督黨他們也不願意 這些那麼快 可是 改於是 有些 特殊的情況 好像剛才說的 那個 西省都說 你們 這個政府也不是 穩定的政府 那麼 應該再重選 這個決定 不在這個 不在就是 這個 自由黨方面 在這個 省都這個決定 那 李先生會 再出馬嗎 這個問題 還沒有 考慮 還沒有確定 像是 區捷兵 就區捷兵廳長 可是高呼就是 趕緊讓你出來 這個不要讓他們這麼忙 說是 因為現在華人就是 自由黨這邊的話 華人的席位 也還是變少了嘛 嗯 那所以 而且就是 李先生在這麼多年 也是 有了相當的一個 社區的一個人脈積累 也好感度也很高 那也是華裔的第一位副議長 就是說 其實 您在這個審議會裡面的位置 還是很重的 嗯 就是 感覺還是很希望你們再出來 還 但是就是 競技還沒有就是很明確的這個計劃嗎 對 還沒有這個明確計劃 因為 已經做了16年了 嗯 心很累嗎 有一個機會就是 休息一下 還有呢 就是看這個 將來這個 情況怎麼樣 嗯嗯 在 短期的選舉 還是 比較長時間的 那個 將來方面 選舉 所以這個 還有 當時的情況 是不是這個 自己還有這個 動力 啊 啊